BA.5疫情可能在中秋節後進入高峰 但衛福部竟然在中秋節前突然宣布 從9月15號開始 要限索清官1號公費使用對象 增加民眾的負擔 這個7加7的一個防疫 對他經濟或許已經有一定的影響了 連他使用公費清官1號的機會都要剝奪 衛福部宣布從15號開始 清官1號僅限65歲以上 65歲以下BMI大於等於30 糖尿病慢性腎病 心血管疾病和慢性肺病等等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痛批 在清官1號2號研究 登上國際權威期刊記者會的同一天 宣布限索對象恐怕會釀起民怨 他剝奪了更多的是65歲以下 還有12歲以上 這個所謂的又沒有重症風情因子的 包括孕產婦 包括兒童 如果一家5口全家染疫 又不符合公費資格 清官1號自費要價1500到2000元 等於這樣要花7500到1萬元 濕能吸煙免疫功能等疾病者 要如何提供證明 有一些本身的疾病 那我們必須要知道說 你是不是確定有這些東西 有這些症狀 我們要如何去求證 這也是一個比較上腦筋的地方 如果有發燒比較嚴重的喉嚨痛 還有這個呼吸有傳 中醫的這個條件 也可以開禮這樣 對象突然限縮引發民怨 衛福部緊急開會討論 放寬公費對象 發燒喉嚨痛或呼吸傳等症狀 經過中醫師視訊頻呼之後 還是可以公費開禮清官1號 對象再放寬 預計9月15號上路時程不變 記者黃一俊 王一眾 台北報導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磷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 字幕提供